洋庄大客户假装购买香烟和店老板攀谈 结果趁人不备 直接夺过香烟 开车就跑 这时不久之前 发生在湘西太原的一起抢夺案 不过没过多久 这几名犯罪嫌疑人就落入罚网 11月19日 清徐县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 称在凤以北街的一家烟酒店被抢 接警后 民警迅速出警赶到了现场 到达现场以后 发现该烟店开门比较早 是两个比较年纪大的老人 他们开门以后 有两个年轻人进入店内 假称他们要购买香烟去送礼 把店内的高档香烟全都拿出来以后 打包 一个掩护进行付款 另外一个拿着香烟跑掉的 当时他掐我一泡了 没了几下 后来都帮我去的 他就坐在地上 他就躲着再去 坐着就不能动了 不能动了就就 你孩子喝了 你孩子泡得去 调查过程中 民警在商店内及周边 找到了一段完整的视频录像 清晰地记录了整个事发过程 经过视频局中分析研判 发现三名男子驾驶一辆 无牌的轿车 于19日50时到达了清旭 在清旭县城寻找作案目标 六点钟左右 然后他们在凤一街 发现一家开门的烟酒店 嫌疑车辆到达现场附近后 驾车人一直未下车 在车上随时准备接应 作案的两名嫌疑男子 从后座下车 后座的门一直就没有关 随时方便他们出来逃跑 两名男子进入店内 以购买香烟为名 骗取了店组的九条 芙蓉王香烟 然后趁四组不备 抢夺了香烟逃离现场 我们拿到这些监控视频 看采办现场以后 就赶紧回到局里 进行下午的侦查工作 就在民警侦查过程中 报警人气不过 将这段视频录像 放到了网上引发热议 随后网友竟然找到了一条 疑似嫌疑人炫耀战利品的视频 见到三名嫌疑人如此嚣张 民警主动放弃休息 加大侦查力度 经过三天的紧张工作 终于确定嫌疑人 已经逃往杨泉市余县境内 在确定了其余两人的落脚点后 民警连夜进行了蹲点守候 但这两人并未出现 经过深入研判 民警发现两名嫌疑人 应该有所察觉 以搭乘车辆逃离余县 我们对两名犯罪嫌疑人 下车这个点进行了收捕工作 经过长达将近六个小时的收捕 我们最终在三角的 在进入太原市范围内 一个三角的一个地方 成功抓捕了两名嫌疑人 经突审 三名嫌疑人交代了所抢香烟 以尽数销赃至余县一家烟店 为了挽回受害人的损失 民警立即折返回到了余县 目前被抢夺的九条香烟 我们已经全部追回 并已经发还给受害人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